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CBA常规赛,12月3日继续进行,本场是由双外援的广煞,对阵双外援的福建,今天也是广下外援威尔森钱德勒,和福建外援尼克尔森,高登的赛季首秀,广煞首发,拉杜丽查,胡金秋,孙明辉,朱俊龙,赵延浩,福建首发, 王哲林,尼克尔森,汤杰,陈林坚,黄一超,最终,广煞以133比118战胜福建,首截开始,双方上来互有,对攻打成9比9平手,广煞率先发威,拉杜丽查,孙明辉和李金龙合力,打出9-0战得心机,各自拿分后,王哲林暴扣得手,但是前德勒连续得分绿队,打出10-2,再度拉开分差, 福建这边,还得是王哲林标中3分,高登也拦下打进止血,首截战霸广煞,以33比22,领先11分,次截上来,广煞手感颇好,接连命中中远,头一度领先到18分,于长春3分止血,但是拉杜丽查,和胡金秋接连内线,强杀得分稳住局势,随后双方你来我往,开始僵持, 前德勒突然爆发,连续3分命中帮助广下,领先到27分,福建这边王哲林,康杰终于站出来,接连命中3分,半场战霸广下,以72比50,领先22分,一边再战,双方上来,就大打对攻,你来我往,互有得分, 尼克尔森和王哲林,都连续得分,一度追到只差10分,但是孙明辉,朱俊龙连续3分,胡金秋也连拿4分时,至0稳住局势,随后双方,又开始对标,各自打出小高潮,高登上场后,接连推反击率队,打出6-0,三节战霸广下,以100比86,领先14分,末节开打,广煞上来就打出一波,9-2拉开分差,陈林坚3分止血, 但是广下内线,还是接连命中,后半段高登,突然爆发,他连续推反击,打广煞措手不及,一波11-2追到9分,但是孙明辉2加1,拉杜立查也中3分广煞,突然打出一波,11-2,终结比赛悬念。 广煞这边 哈哈 还有 potrze